武汉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166个星罗旗部的湖泊 仿如众多宝石点缀 而在百湖之中 有一颗闪耀的明珠 镶嵌在大城之央 这就是东湖 它就像一颗巨大的绿色心脏 滋养着武汉 迈动着这座城市活力 东湖由大小十个湖泊 共同组成 有着3300公顷的水域面积 34座山峰环湖而立 120个岛主星罗旗部 近两万亩山林 郁郁葱葱 共同组成了多样的生态类型 2009年 东湖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浩渺的湖山 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成为无数动植物的家园 鱼墙前底 鸟月长空 万类生灵静自由 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诞生了世界梅花登陆品种第一 梅园 世界三大赏英圣地之一 英园 还有世界品种最全的荷花资源谱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使东湖成为水草丰美的宜居之地 也是古往今来文人默客 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 优渥的自然环境 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让多所大学选址于此 使这里成为武汉重要的文化中心 东湖为武汉市民 提供了一个全民共享的 绿色空间 在这里可宗情山水 赏花游湖 感受浓郁楚风 亦或挥洒汗水 肆意运动 102公里的世界级绿道 是跑步和骑行爱好者的圣地 天长水阔的湖面 也是游泳 平滑亭等水上项目的天堂 东湖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 达两千余万人次 已经成为武汉的会客厅 无论是家庭聚会 还是接待远客 都会选择到此一游 他们在此游气欢笑 相爱相守 这里的一草一木 承载着无数武汉人的共同记忆 这里就是武汉人近在集体的 诗和远方 因为有东湖 武汉人有被水润泽的童年 有可怀念的梦里水香 为了更好保护这片青山绿水 东湖种植各类水生植物 进行水位和鱼类调控 通过微生物平衡水生态 实现水质自净 同时也积极开展各类自然教育活动 作为东湖小小志愿者的师弟小卫士 在课余时间进行定期巡护和生物调查 通过这些活动 带动更多人了解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大江 大湖 大武汉 武汉因水而生 依水而兴 户水而美 东湖作为城市绿心 滋养了城市的繁荣昌盛 孕育了无数湿地生灵 人 城市 湿地 在此共荣共生 描绘出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